所有的干部上上下下 团结一心 不存在内斗问题 王武副市长的死到现在还没有解开 一直困扰着齐江的领导班 一个搞环保的副市长到底是被谁逼死的 目前前起被锁定为最大嫌疑人 警察局长也例行了盘问 就连纪委的人都是一番拷问 可就是问不出什么破绽 虽然有很多的疑点 但是没有一丁点证据 最后只能释放人 前起从一开始询问就表现得很镇定 乐呵呵地配合所有的询问 一点没有恐慌和害怕 这一点还是挺让人疑惑 因为他身后有强大的保护伞 前起知道自己最终会没事 因为无论是警察局长还是纪委书记 都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再加上前起这位保护伞的作用 事情最终会不了了之 王武妻子准备离开齐江 发现健身房储物室的一把钥匙 郑寒江从里面找出一份文件 全是英文 只能找人翻译 这份文件就是前起进口辐射性肺钢的证据 郑寒江把文件交给了组织 前起锒铛入狱 前起不甘心咬出了保护伞 陈廷间 大家都觉得他肯定是疯了 一个省委书记 怎么可能跟他有牵扯 郑寒江相信前起说的是真的 开始私下查找证据 相信后面的剧情会越来越精彩 动动手指点个关注 跟小编一起追剧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